首先一个是很快的锁定了传染源 查清传播链 这是在广州做的很快 能够使得我们使得对这个疾病的整个的来龙去脉 以及它的发展趋势 以及它应该相关怎么样管控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数据的支撑 第二条 因为这个印度株窄量高 呼出来的气体毒性大 传心很强 现在呢密接者这个概念要改变 在同一个空间 同一个单位 同一座建筑 同一座楼 发病前四天 这些相处的跟这些病人 都是密切接触的 由于德尔塔变异病毒感染强度极高 医院的发热门诊要加强管控措施 普通酒店作为隔离酒店 可能不再符合现行隔离标准 广州将在郊区新建五千个独立空间的国际健康驿站 此外 钟南山院士还介绍 由于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潜伏期并不长 入境人员不需要增加隔离时间 目前 全病毒灭活疫苗已经证明 对德尔塔病毒毒株有肯定的保护作用 要加速推进老年群体的疫苗接种 密切接触者用了疫苗 对他的感染有60%以上的保护作用 对他的重症有接近80%的保护作用 因为以前 因为我们很多研究是在国外做的 在国外入主的话 很多为了快 所以就老年人进的少 所以这资料不足以支撑 我们说在老年人是安全的 但是随着后来接种越来越多 证明很安全 所以就应该在老年人要做得更多 昨天起 广州市立湾区白鹤洞街 由中风险地区调降为低风险地区 白云区多地也由中风险地区 调降为低风险地区 目前广州全市均为低风险地区 记者从广州市卫健委了解到 自从5月21号广州此轮疫情爆发以来 6月19号至6月25号 广州已经连续7天 没有新增境内感染病例的报告 当前广州正全力推进 新冠病毒疫苗第二剂的接种工作 26号上午 记者在广州国际金融中心接种点看到 前来接种的人络绎不绝 秩序井然 我第一针也是在这里打的 然后现在是打第二针 从填表到排队的话 整体来说是比较有趣 也比较快的 大概是5到10分钟满 据了解 广州市天河区列德街道 是广州高层楼宇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通勤人员较多 为方便他们接种疫苗 当地政府在区域内设置了 4个疫苗接种点 同时还安排了志愿者 进行引导服务 我们都是本着方便群众就近的原则 减少人员流动 那么目前来看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为推进疫苗第二剂接种工作快速有序进行 广州市采用线上预约登记模式 居民只需要进入广州健康通小程序首页 点击新冠疫苗接种预约即可 截至6月24号 广州已有872万多人完成全程免疫接种 按照计划广州将在6月30号前 为所有已在6月9号前接种第一剂疫苗的居民 完成第二剂疫苗接种工作 7月1号后 广州将再次开放第一剂疫苗接种预约 并推进60岁以上老人接种疫苗 昨天深圳2021年中考正式开考 107名涉疫请隔离考生 昨天上午顺理复考 6月14号 深圳市保安区报告一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福永街道福围社区内被划定为隔离区 片区内共有107名初三学生备战今年中考 6月21号位于封控区内的下十围小学 被紧急增设为中考考点 上午7点下十围小学考点外 接送考生的电瓶车统一出发 在社区网格员的引导下考生有序分组乘车 前往考场 8点10分考生进场完毕 上午9点这个特殊考点内的中考语文科考试顺利开考 据了解根据隔离区内不同片区防控措施 严格程度的区别 考场107名考生中分为封闭区考生33名 封控区考生74名 封闭区考生每4人一间教室 封控区每9人一间 同时设置两条考生通道 避免不同类考生之间互相接触 根据安排 在考试结束后 这些考生的考卷将采用 不影响答卷字迹的方式进行消毒